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股市气象台 我是顾德投顾高博姐 这个礼拜基本上大盘是一个下跌的盘势居多 那基本上在这个一周过去之后 接下来下个礼拜会怎么样 就如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说到这个行情的多空表态的时间到了 这是上个礼拜五上3月6号的周线 我说基本上多空转向的时间到了 多转空的时间到了 当时3月6号我用了很多的一个看法 跟一些技术分析的方面跟大家提醒 好那这个礼拜 这是这一周的周线 我们看这里 有没有拉回来 我拉回来 好 拉回来的时候基本上 那下周会怎么样呢 好下周会怎么样 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 投资朋友可能开始警觉这个行情 因为这个礼拜 在五天里面外资卖了四天 五天里面外资卖了四天 卖了将近300亿 好 那你在3月6号可以知道说 你在3月6号的时候可以知道说 外资要卖了 因为行情会下来 你会知道吗 你可以透过一些技术分析的部分可以告诉你说 领先知道说外资要转卖了会导致台股做一个压回 好那下个礼拜会怎么样 同样的也要透过技术分析来告诉大家 来 台股压回 我请大家看这个量 有没有看到这个量 这一周的量 有没有觉得增加 有 技术分析里面叫做量先价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砂盘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而且是明显的增加 比前一周的量还要大 所以在量先价行的情况 请记住 量会先表态 跟多一样 低档的时候 量先出来的时候 代表行情要往上涨了 在高档的时候 那个量 砂盘量出来的话 那也代表这个行情要往下来了 要下来了 所以 从这个量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你要注意 下周跌势正式启动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那个大的跌势 会因为这个 这一周的成交量开始出来的时候 外资五天卖四天 代表一件事 外资 当外资大测里 测资 大卖台股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重点 好 那当然呢 这个行情里面 很多的问题都存在里面 在上个礼拜我告诉大家 在行情还在 在9600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说 用这种量去突破95953的高点 它叫做量价背离 当然量价背离突破这个点之后 如果说这是一个波浪形态往这里 这是压力拉回来 要突破嘛 要突破基本上突破这个点之后 它应该形成支撑 确是跌破 就是突破后跌破 那代表一件事 为什么突破后跌破 是因为这个量价背离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都要透过技术分析来告诉你说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透过技术分领先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尤其是在量价背离之后 如果是一个多头 当然量滚量 量滚量 这个量比前一步还大 当然会时机上涨 但是如果这个涨是突破前高 但是量是没有跟上的 是量价背离的话 那它会怎么样 它会进入这里 它会进入 拉回修正 拉回做一个修正 量价背离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好 那请教大家 为什么这里的量 比这里的量还小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礼拜我花了一点时间跟你讲 因为这叫M1B年增率跌破M2 也就是说基本上货币 这个钱都跑到了 基本上下降去跑为定存 跟外币存款去了 所以基本上股市最怕就是什么 没有资金动能 在没有资金动能情况之下 要推很难 甚至是出现什么 高档出现死亡交叉 那你必须要小心 那为什么会量价背离 为什么在突破前高 去年9593的时候量不够 我也跟他讲过 这叫证券花坡存款余额 这个叫蓝色的叫指数 突破这个高点的时候 证券花坡存款余额并没有同步增加 那也就代表说有人在这里 大户主力不进场了 甚至是减持减码减码 所以说这里出现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就是为什么涨不上去的原因呢 也就是这个礼拜为什么回档的原因呢 甚至是接下来还要再回档的原因呢 因为前车之鉴 就这个金融海啸之前 9859这高点的时候 这个点在这里 但是呢 花坡存款余额并没有跟上 而是下降的 没有跟大盘指数同步过高 所以就代表有人在减码下车落跑 既然有人落跑 那个不是普通人在落跑的话 也就代表一件事 行情会走一个修正 因为量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这阵子量不出来的原因所在 好 那当然很多的细节 我都透过技术分析告诉你说 很多人认为这里要上万点 它是一个什么多头的回升之类的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怎么去判断 它是一个多头还是空头的回折 空头的反弹 如果是多头直接一路扶摇直上 直接过 好 那相对的 我之前有告诉过你 在2月24号的时候 我有把这个 很多人没有看懂的一个技术分析的部分 跟大家提示 就是2月24号说 好 重点在这里 虽然这个指数突破 这一波高点没错 但是呢 很多人认为说 突破之后就是多头了 但最忽略的里面的细微波的 一个走势 那关键在这里 前一次的折回跌破了这个扩延的起伤点 基本上它属于所谓空头市场的折回 那也就是折回它是 A波下跌之后会有个B波反弹 这个反弹基本上可以过这个高点 那过了之后它还会再跌回来 就会走这个C波下跌 那当时我也提醒了过大家 就因为这个地方跌破了这个扩延破了低点 所以它是一个 A B波会过这个高点的时候 你不要追 你小心要进入C 要进入C 好 那当然 你看好了 这2月24号是这样子 突破高点的位置 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上 我们这边照进 这个地方是突破高点 好 那对照 本周 突破会有没有拉回来 有 所以是不是说它是一个B波高点之后 整被进入C呢 我相信答案很肯定 那每一次 那既然如此 很多人想知道说 好 既然可以透过技术分析 可以知道说 那为了C A我们看到了 跌到8501 那C会跌到哪里 C会跌到哪里吗 A跌到8501 那C会跌到哪里 很多人会想知道 为什么 会希望说 拿这个来当做指标说 那接下来跌到哪里的时候 风险会比较小 当然要很清楚知道 大阪的方向嘛 那要怎么知道 当外资大撤离 大卖的时候 那这个台股会跌到哪里 很多人 很多人一直在问我 那外资大卖的时候 撤离台股的时候 热情撤出的时候 会跌到哪里 这一波台股会跌到哪里 很想知道 我相信大家 真的有那个求知欲望 希望能够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问我 是因为每一次的转折 7月11号这个 9597点的高点 我说都会下去 好 真的下来之后 那下来会有反弹 怎么去计算 就透过技术分析嘛 这技术分析可以计算出公式 那跌破这之下 不要杀低 它会反弹 那果真它也在这个地方之后 反弹了一波上来 那反弹上去 也可以透过技术分析 可以知道说 它的反弹满足点 位置在哪里 千万不要最高 应该是还要在卖再空 都可以透过技术分析 去计算出来的 好 那计算出来 当然在这个高点 我也提醒大家 9532这个反弹高点 我提醒大家说 小心 过路还会跌哦 好 当它真的 从这个量真的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透过 技术分析可以知道 这是A B C C基本上是要大于等于A波的话 那至少 会至少会跌到这里 至少 可以透过计算 真的可以透过计算 当然 叠到那个位置之下 要找寻 机会 那要透过技术分析 K线 形态 K线 当时我告诉你 不要卖了 不要卖了 会涨 真的会涨 好 那当然就从这个地方 涨上来了 所以要告诉大家说 好 这段可以计算出来 那这一段呢 同样的 可以透过技术分析计算出来 可以透过这些技术分析里面的形态 里面的一个波浪跟飞波南西系数 可以去计算出来说 这个行情会跌到哪里 会跌到哪里 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告诉你 很多人很想要知道说 到底这个大盘会跌到哪里 来 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今天的传真稿 我基本上我就透过了技术分析 写了一些东西出来 你把里面的每个细节 我交给我的会员说 怎么看 会跌到哪里 基本上 我都写出来了 这些资料 这三张的资料 非常宝贵 尤其是你在做空的人 你希望说你能够往下操作 赚一大段 到底会跌到哪里的时候 是你的机会呢 或者是你手上空手的人 你希望说会跌到哪里 那是你的机会呢 或者是现在满手套的人 很多持股的人 那你很想知道 那如果真的跌下去 照我讲的跌下去 会跌到哪里 如果跌到 跌到某个位置上 那你的股票会不会断头 所以很多人很想知道 好 听好 今天这份资料 我认为我基本上 我上个礼拜有提醒大家了 那好 上个礼拜你真的 觉得OK 真的有如此 那你也很 也希望说能够知道 接下来行情会跌到哪里的话 没关系 既然啊 既然你这么用心的 看我的节目 这一段时间 也相信我跟你讲的事情的时候 来 请注意 我今天 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 我讲的传真稿 我很久没有 送大家传真稿 基本上我认为 我里面写了很多的细节 跟内容 是未来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以及 这个大盘会修正到哪里 我里面写的一清二楚 所以你想要知道的人 请听 等一下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打电话 来跟我们服务员登记 登记索取我这个 这个传真稿 今天的传真稿 里面有写 透过机制分析教你说 怎么去看这个跌幅 会先跌到哪里的 初步满足跌在哪里的 如果你想要的话 等一下 就可以趁广告时间 拨通电话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板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耗旺 精品家具 一次零多万百七 大陆维 国际家具馆 穿机三出送 现正实施中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 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关 2913-1333 从新生开红盘 过完年后开红盘到现在 也差不多将近快两个礼拜 我听到很多投资朋友认为说 这个行情好像很难赚钱 不管是买股票也好 我应该说 不管你是操作哪一种方向也好 你会认为说 好像很难赚钱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行情一下动那个 一下动那个 真的是没有主流 要不然就是跌身反弹 谈一两天 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其实我要透过一些状况 跟大家讲说 其实现在 当你发现现在钱越难 越难赚的时候 也就代表一件事 这个多投行情结束整被往下了 当你认为基本上 你感觉到现在买股票 赚钱的机会 几率越来越小了 那就对了 那就是行情整被转空的一个讯号了 好 那相对的 有一些在相对高档的股票 基本上我有责任来提示大家 有些股票基本上 你要小心 那也是这阵子来 外资买很多的股票 在前一天我告诉你说 这个礼拜四有说 这个合硕 他在这里外资拼命买说要跟 鸿海比价 那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叫扩大斜线三角形 斜线三角形态是量价背里的 他走这种形态的时候 基本上 再加上双子星 我说这个你要懂得避开 因为这个叫做延伸坡末端的一个现象 那相对的 这样的股票如果一下来的话 那必定是外资砍出来的 好 那我尽量跟你谈是 它已经开始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 而是说我请大家注意看 在涨的过程当中 你仔细看哦 除了量价背离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是 我们讲的市场有分什么 大股东 阻力 法人 跟散户 那一般人都看到的是外资资讯 法人资讯跟散户的资讯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大家 比较不容易得到的 它叫阻力 好 那我们熟成的控盘者 那这个控盘者基本上 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伎俩 基本上我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来 核受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最近好像龙圈一直要不到 很奇怪 那个如果你要去空核受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圈的要不到 奇怪了 那个圈为什么被人家锁走 拿走了 一早就全部没有了 你仔细看 这龙圈这阵子一直增加 从低档增加上来 快速度的增加 这是谁在这里锁定锁码放空 是谁特定人吗 是阻力吗 还是散户呢 是谁在这个高 像个高档 一直把龙圈收走 这就好玩了 一定是有人看到了 我之前讲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量价背离 也就走这种形态的时候 它在走这个末端延伸波 量价背离的时候 一定有人知道 基本上未来会有 这一个修正的时候 那在这里沿路就是干嘛 不空 所以沿路不空 因为到时候会修正为起长点 修正为起长点 也就是技术分析奖 修正为起长点 好 所以基本上你要注意 台面上有一些股市阴险的地方 是你没有看到的 我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再来很多人说 现在赚钱很难 真的很难嘛 在高档买股票 你觉得赚钱的机会大不大 你试试看最近在高档买股票 你觉得有赚钱吗 那如果在相对高档放空股票呢 可曾 我在礼拜四有跟你说 它走这个扩大线线三角形 也是一样走这个形态 从一样价背离之后 它会跌破这条 好 那这个指标也背离了 好 那来仔细看这是礼拜四的 礼拜四的位置在这里 那礼拜五 所以如果你把技术分析学好 它会给你一个好处 那个好处就是让你看清未来 看清未来的方向 那个好处就是 让你看清楚它走的形态之后 未来会走哪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所以把技术分析学好的好处 就是看清未来 你可以知道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股票会跌 那相对的 你觉得赚钱难吗 关键在你的方法对不对 当然今天可曾 一根黑棒跌下来 好 我相信很多人是 可能搞不好会再追高在这里 但是呢 你说在高档放空 会被打空吗 有嘎空吗 我一直强调赚钱要有方法 而是那个方法我每次都会告诉你 在3月6号说 这个创新高 我说它走这种形态 基本上它果然又是一个 另一次空点又来的机会了 好 当时3月6号是这样 在这里 最近大家认为说买股票赚钱好难 但放空会很难吗 我跟你讲的都不是小型股 我跟你讲的都不是小型股 因为基本上我的会员倍是那么大 你去供小型股或做多小型股 基本上好进不好出 而是你针对大型股 如果你看得懂方向的话 其实你可以吃外资豆腐啊 你可以吃外资豆腐 我一直证明给大家看说 这个行情基本上很好做 尤其是下礼拜来一个大方向 也就是说开始往下 正式往下 转折往下的时候 开始出量往下差的时候 外资绝对是第一杀手 引爆那个台股下跌的杀手就是外资 相对的 你如果能够好好锁定外资的股票的话 你绝对 我讲的赚钱并不难 而是那个方法你对不对 我相信操作可乘 我这一阵子操作可能 我的会员都很清楚知道 这几次的操作 我相信不会漏气 但是我比较不希望说 我不要把说我的绩效多好 没有意义 我基本上我是要教老大家的方法 就像10月27号 我不是死空头 我会去强短多 我强调的是 当可以做多的时候 我绝对会进去多多 10月27号我们去强短多 好 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跌下来了 打一个脚 机会来了 会有反弹 好 弹上来的时候 来到这个位置上 你要懂得获利了解 但它急速快速弹下 两天的时间很快 真的很快 一出手就是要精准 好 当然你觉得说 才突然赚到一点点 来回操作 我相信我在可乘的价差方面 我相信我会员应该是满满意的 再来 11月10号 这次换放空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趋势往下 趋势往下 而且利落不涨 我们一定要透过技术分析知道 为什么我们放空的理由在哪里 好 那结果呢 它真的跌破年线 跌破年线 我这个地方 我全数回补 为什么要回补 因为跌破年线 从这个地方跌下来 跌破年线 基本上年线会先反弹吗 所以年线的部位要先获利回补嘛 来 好 那年线完之后 等它反弹又来了 诶 坦到265 我又去放空 为什么 因为回补 在这里回补空间 就是等它另外一次的反弹上来 好 那反弹上来之后 就是这个位置 好 真的又跌下来 破这个底咯 破这个底咯 我说空单回补 我没有补最低点 我没有补在二三级 好 我相信啊 那个赚钱的方法 你只要会的话 对的话 其实 赚钱并不难 真的 真的 所以说 方法是什么 现在又来了 又来了 只是说你要不要跟上 要不要跟上 这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状况而已 我相信啊 除了在个股的部分 我可以帮大家掌握 那重点是 如果你真的想放空的人 基本上我的标的都选好了 而是说 你那个动力 power够不够 我真正一直强调 你那放空的理念要对 放空的方法要对 相对接下来 这一整年往下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啊 我的会员会成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好 相对的 今天 我说到我每一次转折 为什么可以抓到 我还是要 提醒大家 要透过技术分析知道 每一次 怎么去计算它的 转折在哪里 都可以透过技术分析知道 每一次相对的转折在哪里 那个位置上面相对的位置在哪里 好 那每一次我都帮它抓到之后 它以果真上来了 这一段 这一段 好 那接下来下一次勒 会叠到哪里 你也是要 我还是要强调 你要懂得 技术分析里面内涵 很多人学半套而已 但是你要把里面的内涵学清楚 到底怎么做 要怎么去做它呢 到底接下来会跌到哪里 它的距离会在哪里 这一波的下跌 外置会把目标价先看到哪一个点位 你想知道吗 我透过技术分析可以领先知道 所以都写在我今天的这个传认稿里面 我透过传认稿 要把技术分析交给大家 我相信你想学技术分析 你绝会不要错过这份资讯 这份资讯我相信 对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你接下来这个行情 这一整年的行情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今天免费让你索取 所以说如果等一下电话打不进来的话 跟你说抱歉 不好意思耐心等待 但是我们随时都有服务人 为大家做一个服务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拿起电话 跟我们服务联做一个联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是门专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满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情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一甜饮的投顾 顾得投顾 森田藥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妆 切芹菜不能用均匀泡一只枪 这样做好处 港田林营 宽田十番 抹水恩药的港中啊 使用节水标章的产品 你就可以轻松沉水 当小企业一起节水